英國經濟本身已經不太好 民眾生活本來苦不堪言 偏偏又遇上世紀80年代尾開始相關官方統計以來最高的通脹率 難怪在剛過去的周末 就有民眾上街抗議政府應對不力 英倫生活慘事多 但世上總有一些得天獨厚的人 他們的生活質素永遠不會受經濟下行影響 在人人叫苦連天的日子 這種人仍然可以周遊列國 衣食豐足無憂 這種人從事的行業叫賣國 而他的名字你一定聽過 沒錯就是羅冠聰博士 身為來自香港的國安逃犯 羅冠聰博士潛逃到英國之後的生活 和其他移民手足明顯大大不同 正當英國人每日都為食物物價這兩樣東西憂心匆匆的時候 羅冠聰博士的生活質素明顯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6月就已經曾經前往美國、德國繼續他的賣國活動 那還未夠 他近日又在個人社交網站公告 目前正身處法國 聲稱會和法國政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會面 這種優厚的生活 實在令人羨慕不來 羅冠聰博士的風光 其來有志 背後正是一手手移英港人的悲歌 英國生活有多淒慘 從英國政府自己公佈的數據可知一二 英國政府這個月18日公佈 英國4月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9% 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大升幅 英國衛報分析 英國通脹率創40年來的新高 主要是受到天然氣和電力價格上漲影響 另外食物漲價和交通費增加 同樣抬高英國人的生活成本 加劇中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困境 電費加 食物支出加 糖又加 鹽又加 生活成本不斷上漲 對於大部分招不保值的移英港人來講 自然是百上加根 英國慈善機構食品基金會上個月底就公佈一項調查 顯示英國大約七分之一的成年人開始減少用餐次數 減少飯量或乾脆選擇隱機捱餓 作為發達國家 英國竟然有七分之一的成年人要捱肚餓 作為過客的移英港人生活又怎可能好過呢 難怪早前就有移英港人居然在網上分享以電動車偷電的方法 做盡低劣之事 為的就是節省電費 英國生活有多悲哀 實在可見一班 英國生活成本染染上升 但對於收入來如不透明又不公開的羅冠聰博士來講 明顯不是什麼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是英選之人 是美選之人 作為人版的他 生活必然憂哉猶哉 可憐其他移英港人 生活水深火熱 這些慘況 食住人血饅頭的羅冠聰博士感受不到 亦都不屑去感受 不過都是那句 作為人版的賣國者 一兩個就夠了 其他移英港人想有這樣的豬語 想想就好了 養人版所費不菲 你們真是當外國政客是慈善機構嗎 手足門 知求多福 著哈 Freunde 其實搞是 喻